学习生活两不悟,吃鸡不悟人生怒 哈喽,我是笨们 刚落地才拿了两把维克多就听到了对面传来了脚步声 哎,这个胁迫正好 可以用来完美的遮挡我娇小的身躯 几秒维克多一艘子弹将其击倒 再来补一枪 然而我并没有急着去填包 因为左边的三级包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一打开房门映入眼人的是第二个三级包 走出房门准备据填包 结果有人截足先登呢 二话不说,M4又是一艘子弹将其带走 从一号营地出来成功凑齐了M24加M7的组合 不好,有人在吵我开枪 原来是一队想坐收余佣之力的 他还有个队友 想截胡,没那么容易 正准备趴下的时候又遇到一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决赛圈刷在了安全区附近 和队友起身寻找新的狩猎点 诶,我看到了一个 M4这位兄台还没发现我 那笨们就送你一个手了 yes,进不进席,一不一万 终于来到了安全区 还剩五个 来放下的敌军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 但是他却把枪口对着了我的队友 猝不及防队友倒下了 投压制住心中的愤怒为队友报仇 圈子已经这么小了 还有一个人 躲在哪里呢 我分析敌人应该就在前面的打石头旁边 但是方位不是很精确 我选择躲在大树后面 耐心等待敌人现身 敌人按捺不住了 我听到了他拉手雷保险的声音 嗯,差不多了 方位锁定 是时候致命一击了 狮杀带队友躺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关注伯伯哦